我就是把狗關到死 也不會放牠出來 所以不會結紮 在鄉親室做調查員 自己第一次看都覺得狗那麼愛乾淨的動物 如果煩惱是我 我也不可能跟我的大便一起睡覺 蠻生氣的 也蠻難過 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是開工廠 主人都是開豪車 然後他們的狗是關在工廠的角落 我們去跟他講說要做絕育的時候 他們就是說我就是把狗關到死 也不會放牠出來 所以不會結紮 牠們從來沒有像正常的狗狗 就是可以在外面跑來跑去 這種食養環境就是在每一次 傳訪 家訪 或者是回訪 都一定會看到 機率大概是60%吧 在哪 在哪 發情到外面的工夫都會打架爭奪 爭風刺處 對啊 牠住在那邊有沒有比較開心 有啦 看到人都會叫聲 牠們其實也怕狗 生太多 牠們也養不起 牠們就會選擇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把狗關在籠子裡面 比較不容易被配到 牠們會有好 之前都是關籠子嗎 用牠們來關籠子這樣的 這個出去就 哎 搞得一大無頭 跟我說不會花錢 我才給牠掛 不當飼養的環境 不外乎就是沒有乾淨的水源食物 加上在籠子裡面或煉著這樣子養 絕育的話就可以幫助這些 自主省去因為母狗發情而造成的問題 可能10年20年狗的問題減少了 那勢必這些自主也不容易得到狗 真的可以減少不當飼養跟流浪狗問題的發生